各位播音主持艺术的爱好者,尤其是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,即将参加2014年播音主持艺术类专业家世的各位同学、朋友们,大家好。 欢迎你们收听由原生教育推出的2014年播音主持艺术类家世辅导。 这个课程呢,其实啊,分为几个部分。我们为什么要开设这样一个课程呢?主要啊,是有这样几个目的。 第一个,现在很多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不知道如何准备考试,有的呢,盲目地报一些辅导班,现在的这个辅导班呢,也是鱼龙混杂,参差不齐。 师资力量啊,教学条件啊,包括最主要的教学内容,不一定能够和大家想象的一样,也不一定能够直接为我们的考试有一个很好的服务。 我们开办这个课程的一个直接目的啊,就是为广大考生服务。 所以我在录课的时候,我也在犹豫,我说我到底是用平时录音时候用的电容卖呢,给大家讲呢,还是用这个十几块钱的这个平时聊天用的卖课,给大家讲课呢。 后来我一想,我还是用这个平时用的这个卖课吧,便宜的十几块的这个,因为有的时候我一在电容卖之前呢,我就愿意用一种播音的方式,播音的发声,跟大家说话。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真的有助于教学,我们教学的过程当中主要是让大家听懂,你学会,而不是我个人在展示我个人的声音啊,这是一点。 第二点说明,本来啊,这是一个公益类的教学活动,同时呢,我又不是什么权威专家,只不过是我比你们啊,早一些年接触这个专业,啊,从事了一段时间。 所以呢,我谈的都是我的经验之谈,有人可能把我讲过的一些课,讲过的一些话,拿给别的老师听,或者你查书,有一些不符合的部分。 这样的部分呢,同学们自己加以判别。 首先我能保证的是,我所讲的,我会认真准备,然后呢,通过我的实践经验,通过我的教学经验,来帮助大家解决考试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。 第三点,我们讲课呀,不是给波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讲课。 如果那样讲的话,我们的课程啊,是进行不完的。 因为波音主持艺术专业,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。 从这个非学历教育,到专科,本科,硕士,博士都有。 所以呢,我们不可能讲的太学术化,太学理,那样对准备参加考试的同学呢,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。 所以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和教科书上讲的不一样,没用它的原话,但是你理解它的精神实质,就可以了。 你把它学会,理解,就可以了。 我的目的是把大家送进大学,而不是在上大学之前把大学当中所有的内容都讲完。 好了,这是在正式上课之前做的几点说明。 那么我们下面来进入我们的导学部分。 同学们可能又会有疑问了,什么叫导学啊? 导学呢,其实是我们这个课程当中的一部分。 我们的课程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,它会一直持续到2015年的12月份。 因为什么呢? 这是一个整个一年的全程的考试辅导。 它大致会分为导学部分、基础部分、提高部分和冲刺部分。 所谓导学部分呢,就是为我们正式学习之前做准备。 导学部分我们不会过多的去讲怎么发声,怎么发音,怎么进行训练声音啊等等等等。 这些具体的内容不会涉及。 它的内容是什么呢? 让你明确什么是播音主持。 我在准备播音主持的时候,可能会遇到的问题。 我觉得这部分内容也是相当重要的。 这些问题啊,肯定肯定是你们会遇到的。 因为我是总结了你们的诗歌诗姐这些年来,对他们的教学过程当中,发现他们的困惑、苦恼。 好,我们来看第一讲的第一节,正确认识播音主持艺术。 我们暂且把这个题目定为正确认识播音主持艺术吧。 好,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,播音与主持的区别。 啊,我们都说,我想当播音员,我想当主持人,一问你为什么啊,我喜欢。 但是你不一定真的清楚,真的知道什么是播音主持艺术。 我们每个人头脑当中啊,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。 啊,播音主持是怎样怎样的? 他们有什么区别呢? 我听到的最多的同学回答的就是,啊,播音呢,播音就是照稿念。 主持呢,主持就是这个在舞台上拿着话筒主持。 还有给我解答的是怎样的呢? 说播音就是电台的,电视台的就是主持。 其实这些回答都是我们感性的认识,它不见得是错的。 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,你不要把播音和主持绝对的划分开。 我认为,其实呢,主持啊,是包含在播音当中的,它是播音的一部分。 我们把播音分成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。 其实无稿播音呢,在某种程度上,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主持了。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,并不是照着稿念的就是播音, 在舞台上主持的就是主持,这点是不对的。 播音和主持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回事儿,具体的我们就不去深究了。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。 其实啊,我们选择播音主持艺术专业,就是为了让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和这个有关。 甚至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从事这个专业。 我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放在最前面讲,区别播音主持之后就讲就业问题。 有可能你听完这部分之后啊,你就不一定愿意学这个了,甚至你就会有一些信心上的打击。 但是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事儿说清楚。 首先,现在的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啊,我们所指的你就业的途径有这样几个方向。 一个是留在播音主持院校当老师,一个呢,是到电台,电视台,再一个呢,是到一些传媒公司。 比较理想的状态啊,就是到电台,电视台,就是很多人学这个专业的初衷。 但是我们算一笔账,具体的我就不去讲了。 我们全国啊,有三十多个省,你看一看,这些省当中,你能叫出来的有名的播音员主持人,有几个。 那除了何炯啊,李湘啊,什么华少啊,朱丹啊,这些等等,你能叫出来的著名播音员主持人,其实没有几个。 所以第一个,大家不要把这个播音员主持人当成一个我成名,我出名,我成为公众人物,我成为明星的一个途径。 其实你发现,很多著名播音员主持人,他不是学这个专业的。 你比如说崔永元,白岩松,何炯,汪涵,他们都不是学这个专业的。 所以,要端正这个思想,你不要指望通过学他去出名,这首先就错了。 你把你的业务搞好,出名,是看机遇,看时间,这是第一点。 第二点,如果你毕业之后想进入一个省级台,省级媒体,全国有三十多所,省级的电台,电视台,对吧? 他下设很多频率,这个是不假。 但是呢,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,等你们毕业的时候已经应该说是差不多吧,完全不会有编制啊,铁饭碗这一说了, 就会变成人员流动很强的一个群体。 你会发现有的台,他常年挂着招聘广告,所以这竞争啊,是异常激烈的,你不行,马上就换。 而且,现在就有很多台,从大台到小台,以年为单位啊,每年都会有一次大调整,节目的改版。 改版就有可能调整节目时间,更换节目主持人。 而且,再换句话说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,一个播音员呢,他能从20岁一直干到四五十岁。 那么你自己去分析一下,他能吸收多少新生就业的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。 那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最低,放在县里,县级单位,全国有两千多个县,县台的自办节目最重要的,一般就是他当地的那个新闻。 我如果按一个新闻啊,有六个播音员算,县台,这算多的了吧,有六个播音员算,两千个台。 你想想这些人可能每年都换吗?不可能,还是像老师刚才说的,他有可能干了十几年,二十年,每年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是四万多人,四五万人啊。 所以,你们一定要在学习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,你学这个,不一定能出名,不一定能找到播音主持专业的工作,也不一定能收到你理想的工作报酬。 因为现在的电台,电视台啊,对名人是非常舍得花钱的,是吧,著名主持人。 但是呢,对于普通的,尤其是刚入职的新人,八百,一千,两千,这是一个很常态的工资啊。 嗯,北方呢,你如果正式入职之后,可能会达到四千左右,我就是往高说,在南方呢,可能会高个两三千,也就是五六千块钱。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的一个就业的前景,你仔细的再去衡量一下,你是不是能接受? 我们再说下一个问题,关于报考,你在准备参加播音主持艺术专业考试,以后进入艺术类院校学习之后呢,它就会涉及到一个志愿报考的问题,这个也很关键啊。 一般的艺术类专业啊,它都是放在提前批录取的,你在考试之前,需要参加学校组织的艺术类专业的家世,像美术啊,表演啊,都是一样的。 它有的分初试,副试,有的还有三试,各个学校的情况不一样。 有的省呢,需要参加省同考,这个省同考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你该省先组织一次考试,筛查一批学生,有很多学生,基本条件不具备,所以呢,他不能胜任这个专业,所以该省呢,就先把它筛除掉了,减轻学校考试的这个负担。 同时一方面也是提早告诉你,不要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了,好好准备文化课考试,参加正常途径的高考,就是这样一方面。 另一方面,有的学校呢,它是承认其他学校的专业家世成绩的,这样的学校不多,通常呢,都是不是很好的学校。 我们报考啊,是在提前批录取,也就是说,你如果提前批没有录走,你文化课好,你还可以被第一批第二批这样录走的,可以参加正常的高考。 所以,在这里说,什么是你学习播音组织的最重要的保障? 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你的文化课,这是你的后路。 当然,因为现在很多的高校,它是按专业课排名,你的文化课只要达到一定程度,它学校会画出一条线来,在那个线之上,就可以被录取。 这个我们详细的内容会在以后的课程当中,整个一年当中给大家细说,今天就只是大致的提纲切领的给大家说一下。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,同学们也可以留言,然后我在下面的课程当中会加以解答。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报考播音组织专业学生的个人的基本条件。 你们会发现招生简章上有这个要求,有一些硬性的要求,每个学校不尽相同,但是大致都是这样的,女生应该是在1米6以上,男生应该是在1米7以上。 有的学校要求高,女生在1米62啊,男生在1米75啊,这是对身高的要求。 然后你想一想,一个播音员主持人,你至少应该无关端正吧,这是一个基本要求。 我们更重视的是什么呢? 你的发音器官是不是声带闭合不好啊? 是不是这个上下齿咬合不好啊? 等等等等。 这些发音器官是否有缺损呢? 病变呢? 你天生就是个哑嗓子,你肯定不能上任这个工作啊。 当然我们现在对播音员主持人的声音的需求是多元化的。 比如说像北京交通台的春晓,它那个声音在女生当中的,它就属于比较特殊的了。 你至少应该是圆润的,让人听着享受的,你不能大家一听就烦。 同时呢,播音员主持人还承担着一部分出镜的任务。 有的人现实生活当中看比较好看,但不一定上镜。 甚至说你太好看了也不见得适合上镜。 好,下一个问题,我们来谈一下院校的划分。 也就是说你要报考的学校,它分成很多种类,第一类,第一名,无庸置疑的中国传媒大学,以前叫北京广播学院。 是吧,这个大家都听说过,而且是很多人的梦想。 第二个,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啊,是浙江传媒学院。 第三个,就比较有争议了。 我谈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,我认为是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都比较好。 这纯艺术类的。 然后呢,我点几个比较好的,不好的我就不说了。 当然,好的,大家都知道,它也难考。 所以,你不同成绩,不同水平的同学,是适合不同院校的。 比如说,南京艺术学院,然后还有一类呢,综合类的大学,开设的波音主持艺术专业。 武汉大学,然后吉林大学,这样排在全国前十名的大学, 开设波音主持专业的。 你哪怕你波音主持学得不好,它的毕业证啊,也是好用的。 是吧,它毕竟是全国的名校。 那么至于有的学校,师资不全,但是它招八百一千这样的招。 这个是不符合波音主持艺术培养规律的。 你看中国传媒大学那么强的师资,前几年都是招六十人,这几年开始招一百神。 这像传媒学院也是,它不可能成百上千的招。 有的同学还告诉我,它所在的学校没有小课,那你没有小课的波音主持教育, 这个好像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门艺术类专业的培养方式和模式。 具体我就不加以点名的说哪个学校了。 好,也是我个人认为好。 不好呢,人家里边也出过学者、大师、著名主持人。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看个人。 如果您有一些报考院校具体的疑惑的时候,我们可以私下交流。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如何准备考试。 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啊,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苦恼。 你比如说第一个,我身边没有好的老师,一般的地级城市波音园主持人能够教授这门课。 我指的是一般啊,很少应该说,很少很少。 有的人又会攻击我这句话了,我指的是一般现象啊。 这个你就得至少上省会城市,它有这个专业的大学所在地。 有的同学选择去北京培训,很多途径,培训班也很多。 那这个呢,你如果到外地培训,它就会产生相当大的,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的经济费用。 这就涉及到个人的经济条件。 现在如果从全国平均来看的话,一个小时的课程是200元,它不是一对一啊,指的是就是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那样,一般的。 如果好一点的老师可能会300,500左右。 如果你找传媒大学的老师,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啊,可能会几千。 所以,你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。 再一个是文化课与专业课之间的关系。 这个呢,同学们自己也知道,千万不能拉写文化课。 也不能说我学播音主持专业,就给我文化课不好找了一个借口。 你文化课不好,你是考不上好的播音主持艺术类专业的大学的。 那么专业课是不是重要呢? 也重要。 因为很多学校它是按专业课排名进行招生录取的。 有的家长啊,过于担心文化课,这点我要强调一下。 认为孩子学专业课去,就去浪费时间。 我举个例子,如果你要考武汉大学的话,应该是600多分。 我就让你全部的精力都学文化课的话,你能打到600多分吗? 你如果是一个400多分的成绩。 甚至你用学专业课的这些时间,你全部学文化课,你的文化课成绩能提高200分吗? 所以有些事情啊,同学们需要自己去思考。 好了,第一次课呢,我讲的比较概括,因为我只不过是